嗨,大家好,我是Man 今天我们讲关于Layer 2的这个 Coin ok 关于Layer 2的,我们第一个我们就看这个EGLD USD 看它图的走势实际上 我就不要讲那些关于它那个技术的东西啦 因为技术的东西 其他人讲比我更好啦 所以我就讲这个关于这个technical chart 所以EGLD 它的走势这个MACD是横盘啦 但是还在0的上面啦 所以它现在是走横盘 然后个人认为 它会在这边听懂啦 然后如果我们从这边的价钱进场 去到这边的Closing and Open啦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Closing Open哦 来做那个 它的那个出场点啦 会比较好 因为那个上下引线哦 它通常都是会 都是割韭菜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图我们看到 哎,蛮ok的 当然如果你是喜欢DCA 就是Dollar Cost Averaging 这样慢慢买下来 那么也是不错的选择 然后这个我个人认为它有可能会在这边 它这个是它的Support啦 所以EGLD它现在在中间 它在中间大概可以赚个45%啦 OK,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个Matic 你看啊,为什么它会走了过后没有走 因为每一个风它来的时候啊 它都是一阵子的 一波然后又一波 所以要买这样的风呢 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些都不是主流币 所以它的那个 那个风啊是一阵一阵的 所以我们最好是不要追高啦 等跌的时候进场会比较好啦 如果是追高的话 那么是突破它那个之前的Open and Close 啊,我们进场是ok 所以这个Matic的话 它是一直向上啊 之前它是从 就是一分钱左右 一分钱上到现在是三角钱 35分 哇,一分钱,35倍哦 所以如果现在进场的话 是可以赚一个22%啦 然后它的那个Support 大概是在28分 所以如果我们Trading的话 这个是1-1哦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Near Near跟Matic它差不多HUB5 Near USDT赚幅是大概是30% 然后这个是Support line 这个是Support line 所以是4块8 5块6 可以去到7块半 所以 这个的Near会比刚才那个Matic 会比较好看一点啦 所以它还是一样趋势向上 所以 没有什么怕啦 而且是买在这个Support 我觉得不错 这个Near 我个人认为 比那个刚才那个Matic 会好一点 只是如果你们喜欢追高的话 Matic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是不喜欢追高啦 所以我们就看接下来这个OMG 我是从最大走到最小啊 所以OMG也是一样 它也是在这个Support 所以它的Horizontal Support 大概是在这里啦 大概是在这边 所以也是一样我们买在这边Support 这个价钱是在这个Support 如果你喜欢Trading的话 它是很好的入场点 OK 它如果它去到最高之前的Hide 啊之前那个Open Close 那么就可以赚一个42% 所以我觉得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它的Risk and Reward 是不错的 for这个OMG 就是OMG 我喜欢 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LRCUSDT LRC Loopring Loopring Loopring的话 我们这样看哦 它其实又是有一点那个Head and Shoulder的 它有一点这样的迹象 但是它现在还在这个Support这样顶着 所以我们看一下如果 这个价钱去到最高的话 是可以赚56%的 然后它的那个Support 还有另外一个是大概是在这里 这个是做Trading是很好的一个 入场点 这个Loopring 只是要小心它会跌破 然后接下来就是Livepeer FOPD LBTUSDT LBTUSDT 它只有在Polonex Polonex有不了 哇 这个啊 这样的图 我就觉得有一点 格力啊 如果你们喜欢追高的 这个它Retraise Retraise Retraise 差不多30% 30% 我觉得也是不错啦 但是我觉得我是不敢买 这样的 这样的Coin的 如果你喜欢 你对它有信心 那么它现在有Discount 大概是30多% 我觉得 你要进场是一个很不错 OK 我们再接下来就是SKL USDT SKL USDT SKL 也是一样 它在这边很白 SKL 在这里 SKL 所以 可以赚一个 大概24%左右 SKL 是这边 65分 现在71分 可以赚一个 可以去到 0.88 你就赚一个24% 但是MACD也是向下 但是向下 不代表它会下 有可能它会横盘 所以 这个 Discount了 差不多 28%左右 嗯 然后 接下来 我们就看 这一个 ZKS ZKS ZAKL 我们用火币 看一下 喂 ZKS 不错哦 我喜欢这个图 这个图 我很喜欢 ZKS 它应该是会在这边很白啊 ZKS 我们看一下其他 那个Polonex看 哦 差不多类似 所以 我们又跳回 ZKS 嗯 我喜欢这个 我们买东西哦 我们最好是在便宜 就是在support的时候买嘛 所以现在是$2.59 然后 低是大概$2.3 $2.34 然后 它的那个最高是$3.6 所以 如果我们在这边买 然后在这边卖 我觉得是不错啊 然后再 接下来我们就 set那个towing stock 直接给它慢慢飞 所以如果 我们在这边买 去到这边就赚了41% 如果它上了6块钱就烤了 6块钱的话 那么 我们就赚了132% 这个我觉得不错 关于这个layer2的 我是看2亿以上啦 就是就是200M 或者2亿以上的这个coin 它的marketcap 我才去看啦 所以我就看这个egld 然后near 然后omg 然后lrc 还有就是zks 我会进这个5个啦 我个人认为啦 这个是我自己的那个trading的习惯啦 因为我喜欢在这个support的地方买啊 我也不喜欢在最高 然后下跌一个28天 我看了 我觉得会贵啊 然后compare跟其他 我觉得其他的那个图 我很喜欢 所以今天我就讲 关于这个layer2啦 因为layer2 其实它有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的这个coin 但是我就选比较 2亿以上 就是200M以上的 这个跟layer2有一点关系的 所以 我就选这个5个 我个人认为我会进场啦 当然这个买卖致富啊 你们自己要去看 自己要研究啊 因为我就没有讲这些 他们是做什么东西 我们就看图表为准 今天我就讲到这边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就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下次见 拜拜